大家好 我是小羊哥哈 最近啊 一直没有露脸 咱今天露脸啊 简单介绍一下 呃 因为天气太热了 好多养着户也特别少 现在只有股饭的了 咱就简单问那个介绍一下吧 说 来看一下 这边都是酒柜啊 刚才给老板聊了 老板说的这里面的灰色的哈 他说能要的话就一千五 五 这个黑色的啊 他说是900块钱 有几条黑色啊 一二三 这三条是黑色的啊 四条 四条黑色 五条黑色啊 那个也属于黑色 这也属于黑色 这也黑色 灰色的嘴巴那里有点发灰啊 看到了吧 几公斤母 我没问啊 反正他说这颜色就是 黑色的900块钱 灰色的1500 实际上我估计啊 真心要拿的话 还能再优一个100块钱 看看 有没有喜欢酒柜的 酒柜是体型比较大 呃 价格也不算太高了哈 和去年比相对来说 价格是他没涨钱 这是黑色的哈 看 嗯 咱再接着看啊 这边有高加索啊 啊 高加索是啥家里了吧 咱最低咱能多少钱都拿 一千五能拿不 一千五能拿不 一千五他说不能拿 你多少钱都拿 你否划卖家都说了 有点感冒了 有点感冒哈 行行行 慢点走吧 两年晚上有点高 啊 要收摊了哈 嗯 他说这两千块钱 我估计得一千六到一千八吧 啊 这边有底格和八级都的混血 你看这种啊 边墓染色了哈 染色技术太低级了 你还不要 乱染啥 染成七白三通的 是个明眼人也能看出来呀 没意思啊 染的 没有卡斯罗哈 古班的卡斯罗 想要的话 一千二百万年不能给你搞定了啊 一千一也能搞定了 英牛啊 英牛尾巴太长了 这个是英牛啊 黄虎般的英牛 这边有冲吃 小鹿犬可以啊 这几个小鹿犬可以的 是纯种的 这个要黑牛也是染色的 黑牛一看就染色了 还不纯 不是说不纯 平常还差 这个铁包金小鹿可以下手 八百块钱能拿下 我有把握 这个 走路线八百块钱 我有把握能拿下 耳朵是自然立起来的啊 那这边看啊 这边的边墓没染色 这边的边墓 还行啊 就是太小了 月份小 个头小 就是价格不会过一千二的 这个好看一点 三重大微博 那一个也是 但是脸开的不太正 啊 今天咱简单看看啊 这边有几个 对 这边有个好比重啊 我刚才给那个大哥发过去了 这个比重啊 他说嘴巴长 我说这样呢 要是嘴巴长的话 你干脆就在我这是买不到了 他说这个嘴巴长哎 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账的是要价两天二的 我给那个大哥说了一千六百万钱一千五六我能给你有本事给搞下来 这个好看 这是小工啊 对吧 没卖掉了哈 这个好看啊 这个好看 这边有灰色的泰迪啊 小灰灰小灰灰最近比较多哈 一千来块钱 哪个比重谁来了谁都想中这个比重呢 我没想到那个大哥说嘴巴长 好 无语了 这是细选啊 这是蓝色的 这个是鸡背类了吧 一千色 好嘞 好嘞 你就在卖吧 呃 这边是鸽木哈 这些都是 感觉太瘦了哈 瘦了 鸽木 这边有史兵阁啊 史兵阁 其实史兵阁养着坏挺好的哈 中小型犬 价格不算高哈 这大家看见一个 杜冰串的哈 那个杜冰串的 这边有英卡英卡 他家的英卡不错 美卡颜色不是这样的哈 美卡好几种颜色 但是这是英卡 英卡的价位要便宜很多哈 一千往下 五百往上 基本上都这样的价格哈 买英卡的人特别少 买美卡的人也特别少啊 来看看这边的 踹踹啊 这个 这个像什么 像来中红还是苏联红 应该苏联红啊 这苏联红串的哈 懂得人自然会懂哈 这一看就不是纯种的 这边有八哥 比雄 小泰迪哈 还有一个猜犬 今天你没上班了 猜犬难看哈 这个八个还可以 这八个漂亮 你给姥姥开的是什么好吗 小母啊 来 我们家吃吧 这个也是小母 剩下的大部分都小母 功的靠卖了 功的比较抢手啊 年这八个 这姿菜 这姿菜帅不帅 多好看啊 咱今天就简单到这里吧 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